亿万富豪布莱森上太空的画面好不好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自从亿万富豪布莱森冒着受伤和死亡的威胁 带着儿时对这个星星的梦想的记忆 他呢知道吗 有钱就是好办事 他遨游了太空俯瞰了自己的地球的家乡 台湾的太空发展法呢 今年五月份也诞生了 制造了什么呢 起家这个台场眼光 转向了头顶上空 台湾与太空的距离从此不再遥远 星星产业 这个星是这个 这个星空的星 星产业呢在各国的梦想呢 是陆续的起飞了 也成为了星星的产业 全球呢 包括这个太空的兆元银河商机大战 真的是已经揭开了序幕了 我们安耀韩国通呢 先来讲一下今年 这今年呢 包括韩国的布局哦 不只是台湾的台积电 也我们的台积电呢 当然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先来看一下 韩国呢 拼这个太空科技呢 十年内要送上百万的 这个卫星上宇宙 根据这个韩国科技部 这个情报通信部哦 因应这个汽车自动驾驶 还有飞天车 这些通讯基础的 这个建设需求呢 正沿你呢 建构韩国版的这个卫星导航系统 叫KPS 我们都叫GPS嘛 它叫Koreal PS 就是Koreal Position System KPS 它什么都要加一个K啦 那韩国呢 要力拼太空科技 十年内要送上百颗的卫星上宇宙 为什么呢 2035年前呢 我们的CG先出来一下 2035年前要将8颗的KPS 专用卫星送上太空 2031年前呢 要将100颗的这个 左右的超小型卫星 送上太空哦 你可以看到呢 因为呢 其实送上太空之后呢 其实KPS相关的审查预算 在6月 今年的6月完成 预计2022年呢 正式着手实施哦 而且这个计划预计 金额达到了非常多 达到了4兆韩元 是韩国科学技术领域中 花费最庞大的单一计划 表示韩国这个要在2035年前 把8颗的KPS 专用卫星送上太空 还有2031年前 要将100颗的卫星 超小型卫星送上太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呢 在203年前呢 它可以为非常多的民间企业 设置多功能用途的发射场地 让这个所谓的 这个小型卫星如果上到太空之后呢 你的卫星设定呢 就是你的卫星设定会更精准 当然呢 韩国呢 也自己研发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CG图出来一下 研发了新的冲动发射 冲动发动机 安装了自主设计的运战火箭 NURU 这应该叫NURU好了 在上面呢 目定是增加火箭推力 然后呢 为今后呢 哇塞 真的是太厉害 韩国真的是 他们已经想到了 预计呢 为今后能上月球探测的 这个计划能铺路 你看一看到 他们已经就是 要踏入 Abstrand的这个 上月球的 这个 的后续的这个铺路 他们想要 这个增加火箭推力 为今后 韩国他们能上月球 能探测的计划铺路 另外呢 我们之前有讲到 韩国的CAST 他们 韩国的CAST 是那个科技大学的 就是在 全世界的百大的大学 四十几名的 这个CAST大学呢 他们提供了 太空技术的技术转移了 你可以看到呢 他们今年呢 目标是 2031年要发射 110颗的小型卫星 为的呢 就是呢 希望说呢 这个呢 在2023年 发射了2000颗的卫星 到第一地球的轨道 为这个运送 无人机跟客机 提供网路 所以它其实呢 CAST呢 在2031年 发射了 发射111颗的 小型卫星 你可以看一下 这110颗的卫星当中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 CG图好不好 好 好 CG图呢 还没讲 还没出来之前呢 它这110颗的 小型卫星呢 为的就是 60颗卫星能 确保国家安全的 侦测卫星 另外有14颗呢 是侦测6G 现在我们是 5G的社会 如果是6G的 宽屏网路的 通信卫星的话 是不是更快了呢 另外 22颗呢 是监测 太空天气的 观测卫星 另外5颗的卫星 将展示 清除太空碎片 和其他在轨道服务的技术 这个技术呢 这个所谓的太空技术呢 将在未来的10年 完全要商业化 而且这111颗卫星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们在这个 CAST的卫星技术呢 正在技转当中呢 正在10名 有10名的工程师 规划一个 为期17个月的 培训课程 可见呢 这个政府啊 南韩的政府 是多么重视 这个太空 这个造源商机的 这个计划 而且政府哦 是带领头羊哦 南韩政府呢 包括南韩政府 包括南韩的民间企业 都投入了太空科技 未来10年 发射2000颗低轨卫星 他们希望除了5G之外 达到6G 变成一个 从细岛变成太空岛 而且在这个南韩的 这个华韩集团旗下呢 这个华韩系统呢 3月就宣布了 今年3月宣布 只要呢 计划在2030年 发射2000枚低轨道的 这个卫星系统 到太空呢 韩国的韩华系统 扩大收购了 一家破产的 香味阵列天线制造商 这次呢 预计呢 这个部署2000颗卫星啊 部署2000颗卫星 目的就是呢 供应都会区的 载用我刚刚说的 无人机 以及商用客机 所需要的网路讯号连结 哇 投入这么多的钱 当然就是需要 这个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太空的技术 而且美国跟韩国还联手 打造了韩国的GPS 发展自动驾驶 以及空中的交通系统 可见韩国 我们看一下这个CG图 美国跟韩国联手 南韩在2035年呢 之前呢 要研发出来 我们刚刚说的 KPS系统 KPS 韩国的定位系统 他们使用七颗卫星 来独立供应 定位导航系统 另外呢 话你可以看到呢 未来他这个 为什么要美国跟韩国 联手来合作 下一张CG图 我们看到这个 南韩首尔的这个 这个市中心哦 他在1000公里的范围之内 提供格外精准的地点 数位的定位 就是我们的定位系统服务啦 就是数位的 数据的定位系统服务 定位的误差 可以降低到 一公尺以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要发射 这个所谓的2035年前 要有这个KPS 有这个使用七颗的 这个卫星 来独立供应 定位导航系统 是有原因的 等于是说 哎 他的在 不管在这个首尔的定位 在1000公里范围的 这个精准 可以定位之下呢 误差的定位 可以到 一公尺以下 你可以 可以想见 这是多么厉害的一个 我想 这对他们的 韩国的国安安全 也是也是蛮厉害的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台湾 包括我们的韩国跟台湾 都在抢这个太空产业呢 台积电的客户呢 赛林斯呢 已经推了20奈米的 这个抗辐射 FPGA的这个手 将这个学习机器 带上了太空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的画面哦 就是台积电的重要客户之一 这个CG图可以出来一下 这个 就是这一个 没错 这个台积电的重要客户之一 FPGA的大厂 赛林斯呢 他宣布呢 推出业界首款 20奈米的 航台规格 规格的FPGA 他呢 未来呢 可以就是 可以将这个高效能的 机器学习呢 首次带上太空 不仅支援 所谓的这个 业界标准框架 多种机器学习的 开发工具 更可以就是 透过完整的 处理器的分析 解决方案 为太空中的 即时机上处理 提供神经网路 以及推速加速 这听起来相当的困难 但是呢 其实呢 基本上呢 这一次呢 可以说是 也是要奈米 也是用一些 20奈米的这个 原件使 航台的工业 及制程 向前推进了 三个世代 所以说呢 台湾呢 政府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呢 其实其实也 也打造 台空 太空产业 另外一个 台湾的 护国神山啊 这是蔡英文政府 蔡总统说的 他希望呢 太空中心的成立 30周年 蔡英文总统呢 日前呢 到新竹去 视察这个 我们的 科技部下 可以看到呢 这个国家 国家实验 这个研究院的 国家太空中心 他希望呢 2020年是我们 太空发展 令人惊艳的一年 科技部呢 在最短的时间 完成了 太空发展法的制定 代表呢 台湾政府 对于太空发展 是有策略 有企图心的 期许太空 太空中心呢 这是我们台湾的 太空中心 能协助国内的 厂商进军国际 打造 太空产业为 另外一个 台湾的 护国神山啊 希望真的是如此啊 而且呢 太空呢 我们的太空梦呢 起飞太空中心的 担任体领头羊 扩大验证 这个能量的 强化计转哦 包括呢 希望呢 这个 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够在 比如说卫星呢 能够在这个 台湾如果要把 这个产品送上太空 需要经过 层层的关卡 包括温度 辐射 还有电池 相容性 耐震度 例如卫星必须要在 聚烈的温差之下 执行任务 卫星在绕囚地球的 这个轨道的时候呢 在太阳光照的 设置之下呢 其实温差可以能有 200度以上 卫星必须搭乘 搭乘火箭 才能抵达目标的 轨道和执行任务 因此呢 卫星所使用的设备 必须经得起火箭 发射的巨大震动 跟噪音 不能被震坏啊 这是我们希望台湾的太空梦 跟韩国一样 这是现在这个 造元的新星产业 已经正式在太空 真的是热烈的打开 一个新星的太空梦 太空造元的新星产业 这个已经从这个陆地上 PK到这个太空上面去了 in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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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